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事件 經過三年多之後終於解決 孟晚舟坐飛機回國家了 孟晚舟和美國私立部達成暫緩起訴協定 9月24日得到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批准 這樣就結束要從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程序 允許孟晚舟回國 孟晚舟獲釋之後 加拿大總理就宣布被中國關押的兩個加拿大公民 康明海和斯伯佛正在坐飛機回加拿大 在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上面 美國助理檢察官凱斯勒就對法官說 美國聯邦檢察官和孟晚舟達成了一份暫緩起訴協定 如果孟晚舟滿足一些條件 美國政府將在2022年12月1日 暫緩結束的時候撤銷對他的指控 但如果他未能履行那些條件 那麼他就將會受到起訴 孟晚舟在法庭上面對他的銀行欺詐指控 表示不認罪 但在暫緩起訴協定當中 孟晚舟就對檢方有關這個案的事實陳述 不提出異議 相關的事實陳述裡面 描述了孟晚舟在華為和伊朗的業務上面 誤導了國際金融機構 美國紐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就批准了這份 閘門起訴協議 並且簽署了給孟晚舟以個人名義擔保 而不用繳納保釋金的巨結保釋令 就是說保釋金都不用交了 這樣意味著美國政府針對孟晚舟的欺詐案 其實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孟晚舟事件能夠這樣結束 已經是能夠想像到最好的情況 前法國愛爾斯通公司高管皮耶魯齊 當年在美國被判刑5年 愛爾斯通公司就付出7.7億美元的罰款 最後愛爾斯通還被迫出讓他自己世界領先的 渡路業務給美國的競爭對手通用公司 這個就是美國用起訴手段迫害對手的手法 愛爾斯通案就是最經典的案例 要用同一模式的處理孟晚舟的話 就意味著他要引導去美國坐5年牢 可能美國要罰華為8億10億美元 甚至最後要逼到華為將領先的5G 6G電訊業務 賣給美國公司 我自己都參加過很多商業談判 也都因為公司的業務打過官司 談過和解協議 心明當中的討價還價過程 從美國的角度 除了因為扣南孟晚舟 對中國的施壓得到一些好處之外 就案件本身如果要和解 最好就要孟晚舟 1. 認罪 2. 服刑 3. 賠償據款 4. 逼華為出售業務 從中國的角度就罪了孟晚舟 1. 不用認罪 2. 不用服刑 3. 不用賠款 4. 不用逼華為出售業務 去年12月已經傳出孟晚舟的律師和美國司法部談磨解協議 當時傳聞美國要求孟晚舟認罪和賠償據款 因為孟晚舟不接受而抓到 如今雙方達成協議差不多完全達到中國的要求 第一孟晚舟不認罪 所以自然又不用賠償 不用服刑了 這幾天傳出雙方達成磨解協議的消息的時候 剛開始就傳孟晚舟接受了認罪協議 但事實上雙方只是簽了暫緩起訴協議 孟晚舟紐約法庭上很清楚地說她不認罪 但是廣告公司CBC 25日也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澄清聲明 說她早前一條推文裡面 報道了孟晚舟的認罪協議是一個錯誤訊息 實際上作為美國政府和孟晚舟達成的只是暫緩起訴協議 CBC還說他們已經刪除了 之前錯誤報導的消息 第二 孟晚舟的讓步 是對案件的事實陳述 不提出異議 但是大家記住 對案件的事實陳述 不提出異議 不等於認罪 法官司除了事實部分之外 還有很多角度去打的 所以兩者並不相等 孟晚舟這個讓步 對美國有兩個好處 第一 它可以掉落地拿回炸砂 說孟晚舟已經承認了欺詐的事實 第二 如果再告孟晚舟的時候 就不用去證明事實這部分了 但是 現實上 這個只是一個國說國話的情景 大家都可以減自有利的角度去說 中方也可以說 孟晚舟為了不想受無理的美國法庭起訴 就不去爭辯事實了 只要不認罪就可以了 當然 更重要的問題是 孟晚舟已經回國 美國還有什麼機會 用那些事實陳述去再告他呢 如果我是孟晚舟的律師 面對美國這種聲勢洶洶的對手 能夠爭取到這個協議 真是可以說 95%達成孟晚舟的要求 已經是起出望外了 其實被美國政府抓捕了知名人物 能夠這樣全身而退 實際絕無僅有 就連2008年金融海事的時候 美國抓捕美國本土的銀行家 不是外國人 他們不賠數以億計的美元 其實都不會放的 孟晚舟事件能夠這樣解決 不是孟晚舟的律師呢 而是國家的實力強大 正如孟晚舟自己所說 沒有強大的祖國 就沒有我今天的自由 今天我們的國家 就是應了美國的自我描述那句話 從實力地位出發了 不過是中國有實力地位 不是美國 最後想說那兩個問題 第一 中國同時釋放加拿大人 康明海和施法佛 那不是證明了 中國抓這些人是做人質嗎 我就說 雖然中國不會承認 但是真的抓他們做人質 正如美國也都不會承認 抓孟晚舟 是為了搞華為搞中國 但是現時的外交關係 的確很赤裸裸 就是以實力說了算 不純粹講道德高地 中國就是想讓 幫美國搞中國的國家明白 你幫美國搞我 你要付出代價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正直達成釋放孟晚舟協議的時候 外交部早一天 還會放出重炮 幫美國干預香港的清單呢 過去遇到這些相當達成協議的環境 中方還要多謝美國 但是如今的時代不同了 你既然要求我幫你穩定阿富汗的局面 中國都可以要求你交功課 要放孟晚舟 你不再可以搞香港 不再可以搞台灣 而且你還要再交功課 中國就是要打疾你 是不會跟你客客氣氣了